立法院长王金平松口 强调如果国民党征召他选总统 他会义不容辞当党团结的种子 而洪秀柱则是回应 他如果通过了民调的考验 有什么理由要他退选 所以他不会接受党的任何协调 王金平7号的义不容辞说法 引发政坛震撼 他8号上午到立法院主持朝野协商 再次向媒体强调 对于党的任何决定 他都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要当国民党团结的总子 初选之后所做的任何的决定 我们也一样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被外界解读是阻碍副院长洪秀柱的参选之路 洪秀柱随后受访时回应 对于任何传言都不会放在心里 强调如果通过民调考验 有什么理由要他退选 他不会接受党的任何协调 如果我通过了层层的考验 也通过了这次民调的考验 请问有什么理由要叫我退出呢 如果这样做 我几乎可以预计 国民党有何面部在面对我们的支持者 对于有传闻洪秀柱上周已经和王金平见过面 谈好合作条件要合作 要洪王沛等的传闻 洪秀柱予以否认 他强调等他通过民调考验 再来决定要按谁合作参选 现在他只会全力以赴 参选到底 记者陈嘉欣 陈信龙台北报道 全台湾有24座焚化炉 处理一般家户的垃圾 绰绰有余 不过最近呢 却出现了南投彰化 垃圾无处可去的窘境 垃圾大战一触即发 据收的台中市政府表示 台中市的事业废弃物无处可去 议会要求自己处理 自身难保才帮不了其他的县市 而环保团体也批评 事业废弃物管理是大有问题 县内没有分跨炉的南投县 这几个月来垃圾无处可去 尽管与台中市政府签行政契约 将垃圾送取处理 但近来却被拒收 台中市环保局指出 一方面是契约明定 烧完的垃圾抵扎要运回去 南投却没做到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台中市 境内的事业废弃物涌入 才排挤了其他县市的垃圾 台中的事业废弃物 一项送到高雄处理 但高雄涨价才抢送回台中 每顿处理费约两千元 看守台湾协会指出 过去合理的价格是五千元 不过政府为了弥补焚化炉 盖太多座没垃圾可烧 低价开放收受事业废弃物填补量能 没想到最后加户垃圾 却反而进不去 24座焚化炉 处理全国的家户垃圾 绰绰有余 但看守台湾协会批评 官方不检讨事业废弃物 处理成本过低的问题 事业单位也透过地方议会施压 保有享受低成本服务 才会出现台湾盖这么多焚化炉 加户垃圾却堆积如山的荒谬现象 记者林美张子佳台北报道 隐形眼镜如果就像饮料一样 可以在自动贩卖机就买得到 您用起来会安心吗 台中一中商圈 最近就有店家 引进了隐形眼镜贩卖机 价格是比店面便宜 有不少学生都会买 但是这让家长很担心 会造成眼镜的伤害 台中市卫生局则是表示 当初业者又申请许可证 只是没料到会用贩卖机来贩售 目前是无法可罚 一百元钞票放下去 马上就会掉出一盒隐形眼镜 这样的贩卖机出现在台中一中商圈的眼镜行 让很多爱漂亮的女生趋之若鹜 不仅随手可买 还比眼镜行的便宜不少 不少女学生说选择多又不用厌光 加上又是小包装 在一中商圈可是相当热销 甚至有女学生集资合买 后来交换着用 只是像这样随买随带 很多家长倒是很担心 对眼镜会造成伤害 贩卖机卖隐形眼镜到底合不合法 卫生局坦言无法可管 因为依照规定隐形眼镜属于医疗器材 业者也确实领有许可证 不过并没有规定 一定要有艳光师或是专业医师在场 业者因此以贩卖机让民众直接买 卫生局认为不妥 不该继续增加设置 即使是用贩卖机在贩卖 但是他同时还是要提供 消费咨询的这样的服务 才能够提供贩卖的行为 卫生局表示 当初业者并没有告知 以贩卖机来贩卖 因此是不是合法 还要继续研议 只是现在业者继续卖 但卫生单位和家长都很担心 G20健生台中报道 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发现到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使用3C产品 会玩限制级的游戏 也接触过色情暴力的网络内容 暑假期间 专家就建议家长 在给孩子3C产品之前 最好要先约法三张 人手一机而且是智慧型手机 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的时代已经来临 才三四岁的孩子用起手机 平板一点也不生疏 爸爸可以让我看东西 妈妈也可以 因为我很喜欢 我姐姐就是常常去玩 爸爸的平板 然后就进室了 根据儿福联盟 针对国小五六年级学童调查发现 有超过一半的学生 拥有自己的电脑或是平板 将近一半的学童 也拥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机 比去年成长了1.6倍 小小低头族最爱上影音网站 其次是玩游戏 再来是使用社群网络 很多孩子其实他年龄还不到那边 但是呢 他们已经开始接触一些不当的资讯 包括有一些色情啊暴力 那有一些孩子 甚至他们其实是会主动去 搜寻这方面的一个资讯 网络陷阱多调查发现 有三成的孩子 曾经接触色情暴力的网络内容 一成更是主动搜寻 男生是女生的1.8倍 将近八成孩子 认为网络资料不可权信 但也有两成认为 网络内容值得信任 也会转传 专家提醒家长 在给孩子3C产品前 最好先约法三张 家长给之前要先想好 就是说到底孩子只是想要 还是他真的有需要 给了之后的话 有一些约定 能够呢 适当的使用 并且公开的讨论 张立仁一时也说 临床上网络成瘾的年龄层 有下降的趋势 不管孩子或是家长 都必须学习 比智慧型手机更有智慧 不被操控 才能够聪明上网 不上瘾 借陈淑军 郭俊宁台北报道